各位 boa 們大家 今天我們要做這樣的台灣小吃呢 在我們開錄之前呢 引起了一番廣泛的討論 妳沒有知道從這個東西叫什麼麵 我們oln煮過 台灣的這個小吃 還有這樣的東西你看看 很多東西是妳光看到 老闆那我跟它抱一下 而且我保證媽媽妳們都吃過 但是我不知道叫什麼麵 剛剛討論了半天 有人叫米煎過 我保證媽媽妳們都吃過 如果我叫什麼 我怎麼會叫煎蘋果汁 我都不知道 因為你可能他打到齊了 名稱取得比較好聽一點 我想看他是同學亂取的名字 其實就是兩邊碰碰跟碰這樣 裡面紅豆子那種 煎出來大家就知道了 對… 有的 有一邊有 譬如說有芝麻 芋苗肉點點 裡面裡面紅豆子 如果白芝麻裡面可能是奶油 不一定啦 不一定 看老闆怎麼去分別 那最早的味道裡面是紅糖 都會有 好 我們趕快來看看 做出來你就知道現在千萬不要轉糖 好 來 這好吃 對 我們今天要加就是米煎粿 好 米煎粿 來 那這邊你看喔 是甜點來的 對…這個中間麵粉一杯 好 一杯 你要用低筋也可以 中間低筋也可以 不要人家說我到底要用什麼 這裡有一個沙拉油 兩大吃 你現在先加這個 白糖 白糖 大概只有兩大吃而已 這個和這個軟 軟 一顆軟 來 這裡有打蛋器 這裡有打蛋器 先加那個醬 所以我們今天做這個是甜點 以前都是這樣一大堆 你要在這裡頭上很切 對… 好 來 先打的醬 好 打的醬 打的醬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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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這裡 這邊有一杯的麵粉 對… 你就放一大匙 一茶匙的這個… 泡打粉 泡打粉 我們做甜點的泡打粉 對… 對… 來 吃一杯水 一杯水 先加這個辣椒 這個粉 先加一碗 都散了 慢慢調 慢慢調 還是做一個好像麵糕 對… 麵糊 好 好 我告訴你 我的麵粉 要不要 稍微把它 稍微把它 粒細一點 你如果說你麵粉 比較潮濕 過篩 因為我如果有結尾 你就要那個麵糊 稍微抬起來 對… 不要讓它那麵糊 上面可以檢查 這個麵粉是不是可以用 是 好 來 這個麵糊拌好了 你看它現在有加這個油 而且有泡泡 有泡泡 有一點亮度 這個你會稍微放一下 因為現在蓋在裡面 夾的麵糊 夾的內餡 對 其實內餡很重要 好吃不好吃在這邊 有的當時 就是你加下去 裡面這個內餡 香香甜甜的感覺 對… 你看喔 基本上媽媽都知道 一定會有花生粉 花生粉 一定會有糖 對不對 這兩樣 你就先把它拌均勻 豆豆腐 對 它如果不用花生粉 還可以用什麼 直接用糖 直接用糖 可是你少了這個 就是花生的香味 香味 我裡面還會再放兩個東西 還有什麼 這就是我們 自然吃到蟹蟹香 自然接下去 會炒熱 炒在什麼呢 炒在這裡 炒兩盒 配的跟白的 這兩個媽媽 不要直接倒進去 不是嗎 你要稍微把它拌一下 先打一下 先拌一下 一拌一下才會跑出來 好 分開打 一起打 一起打就好 你現在平時這樣 這個麵糊 好 我們就加進去 哇 各一大匙的量 好 好 稍微打一下 對 差不多五秒 好 來 好香 有芝麻糖的味道 這個氣味 完全都不一樣 所以媽媽家如果是芝麻糖 可不可以直接打一打就算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所以不一定要特地去找這個 黑芝麻 白芝麻 因為有些媽媽家裡面 其實已經有芝麻糖 其實喔 就直接把那個芝麻糖 打一打打進去就可以了 不過這兩個是最容易取得的 你看這個喔 媽媽你現在看有沒有發現很眼熟 因為以前的甜點都包這道 對 不管是麻糬 還是粿 還是粿 還是什麼都是包這道 對不對 有信心 對 古早味就是古早的 花蓮 以前吃麻糬都包這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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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鍋子喔 你要把抹油抹上去之後 就把它倒進來 把麵糊倒進來 超大塊鬆餅就進來了 對 你的鍋子多大 它會再膨起來嗎 它會再膨一些些起來 嗯 我先把它刮乾淨 好 那就稍等這個 喔 就剛好是那個鍋底 喔 就是鍋底的一個大小 有沒有媽媽 有沒有想要膨起來 有沒有印象 有 喔 那我媽媽說 我要膨起來 小火 用小火就好 我說我會膨起來很高的 那個就是你的泡打粉 加多加少 喔 我們今天加一匙的量 它就是 稍微膨一下下 它要蓋蓋子 要蓋蓋子 因為這蓋子裡面 會產生水生氣 它會用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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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用蒸的 它會用蒸的 好 來 待會兒膨起來 來開始翻麵 好 那我們就燒等一下囉 稍待一會兒 好 趕快來看一看 裡面已經好了 另外一 鍋蓋有水氣 有水氣 打開底下膨起來有冒泡泡 真的 對不對 然後混到這個麵箱 混到這個麵箱 麵箱的時候 你就旁邊這邊 再把它剝一下 剝一下 QQ 阿嬤 阿嬤記得 你看我這個鍋 很小 小火 平底鍋 像這樣看的 就這樣移一下 風一下 它才會平均 好 現在等於是要把它蒸熟了 可是它現在好像那個鬆餅一樣 有點像 對 這拐上 你看這裡還稍微淡淡對不對 這時候加這個 我以為要翻面煎 沒有 沒有 要把它夾起來 好厚一層 老闆你聲音一定會很好 通常都是老闆在這個地方下手不夠重 對 好 來 好 現在趕快可以哈欠哈欠 有麵箱出來了 麵箱出來了 可以再多一點嗎老闆 夠了 整個都不開了 好來 現在軟軟的 再一下 慢慢著 不行 好 沒關係 慢慢著 對 就是這個 有沒有感覺 媽媽有想起來了嗎 好 把它壓好之後 你再把這個兩面有沒有 煎好燒 煎好燒 煎到你要的顏色 是這樣子 兩面再煎 這樣比較穩 你如果說我兩邊就已經 在下面煎燒了 那它會翻開 對 對 會翻開 這是一個技巧 對 對 如果說兩面都已經切了 你要翻到它那邊 就翻開了 對 所以現在有一點點 這個顏色之後就要反對 這邊顏色就算了 有 有 就是這樣的感覺 大鬆餅有沒有 童年的回憶又回來了 好 來 一片這樣 就可以來切了對不對 對 應該是切三塊對不對 一般它那麼大片 對 就是一開八 對 一開八 我們這邊 一開六 才能想起那個回憶 對對對 有沒有 媽媽一看那個側面就想起來了 有 來 看這個側面就想起來了 有 有 有吃過嗎 有 對嗎 想起來了喔 好燙 好 好 這三塊這樣 通常我去 我都見到一塊 你知道嗎 中間一塊 不是 不是喔 這比較酥 比較香 這樣我比較弱 我都經中間 像我聊得多 沒有啦 這有但是就是 有人愛吃哪一邊 哇 就是這個耶 接著點心 來吃 好好吃喔 對耶 就是這個味道 有沒有 而且真的是自己做好鬆喔 因為現煎的最好吃 對 外面有點酥酥的 裡面軟軟的 嗯 還可以黏的 而且自己做也比較身材實料啦 嗯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這鬆鬆的感覺 就知道了 想起來了 它可以做紅豆口味啊 對 各式各樣的巧克力啊 它好吃就是這個麵皮裡面 它有加了一些的這個糖 所以你在煎的過程 又有點焦香味 嗯 那裡面呢整個就是 就是滿滿這種就是堅果類的香氣 又鬆又甜又香 比我們一般的鬆餅更酥 對 更軟一點 有時候我去買這個喔 我算滿煎炸的喔 嗯 我會在那店的超遠遠的地方先看 它賣完了沒 它賣完了再做下一批的時候 我就去打 喔 那料最多 沒有 我喜歡那種剛起鍋那種 很香很燙那種感覺 哇 對 所以媽媽很輕鬆 在家裡就可以做了 記得花生粉裡面 都要加芝麻還有白芝麻 然後躺一下地 這樣子才是那種傳統的國家 的國家 謝謝 謝謝